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567集 买石刹海的四合院 夏紫玉怎么会瞧见 之前在西三环那边的院子 因为夏长征和张翠租住在那里 夏小兰是放弃购买了的 南罗古巷和石刹海的院子 夏紫玉不可能知道 现在各种信息登记很混乱 夏紫玉也查不到自己名下是否有房产才对 夏小兰知道 夏紫玉不会说无用的话 这肯定是给她挖坑呢 挖的是啥坑 夏小兰也隐隐猜到了 她不动声色地看夏紫玉准备怎么作 其他人其实没多大感觉 在京城比较偏远的地方买个小院子 也就两三万块钱吧 能和关惠额凑在一起的 家里正常双职工 不是两口子拿工资 养十几口人那么重负担的话 过日子精打细算 家里存下两三万还是行的 级别越高工资越高嘛 除了吃穿和一个月那点房租 看病都不花钱 存钱还是比较容易的 外甥人在京城买个院子咋了 说明周城女朋友是真的要在京城安家 作为女方来说 诚意足够啊 冉淑玉却知道夏家的底细 全家就没给有出息的亲戚 都是穷得要命的农村人 之前还以为夏紫玉父母出息呢 结果就是在京城摆小吃摊的 难道周家给夏小兰 在京城买了四合院 周家就这么满意这个蔚兰儿媳 你们家对儿媳妇可真好 冉淑玉嘴上这样说 心里想的是夏紫玉提这件事的目的 是不是在暗示让咱家买房子 安置夏长征和张翠 想得美 我们王家就是有着钱都不会套 光慧娥也醒过味 小兰这堂姐 说话是很不爽脆 半漏半藏的 不是引人多想吗 什么叫看见夏小兰和对象一起买房 以为石刹海的院子是周家给买的 王慧娥眼神中有疑惑 夏小兰也没给对方留面子 你应该还没见过我的对象吧 买院子这种事 也不太适合拿来这种场合说 你觉得呢 那可真成了炫耀大会 在座的买不起房子的 也住着国家分配的房子 不需要买房 只有外地人会把房子看得如此重 没有房子不算在京城安家吗 夏小兰自己有这毛病 她相信夏紫玉也会有 夏紫玉温柔一笑 是建华乔建的 你和你对象不是华青的同学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你对象对你好 关阿姨也对你好 夏紫玉本来想说 像她和夏小兰这样农村出来的 想在京城买院子不容易 可这样一说就太直白 起不了挑拨的作用 有时候得让别人自己去脑补 比把话说透了更有效果 王建华乔建的 那不是乔建的季江源 夏小兰一下子来了精神 夏紫玉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关阿姨 我堂姐说的可能是季 夏小兰听明白了 王建华上次在华青门口 瞧见她和季江源比较熟 以为季江源是她对象 夏小兰试着把自己带入脑残的思路 自己打算买四合院的事 夏长征是撞见了的 那夏紫玉也知道了 夏紫玉并不知道她有没有买院子 刚才一见面是拿话炸她 她没有反驳 夏紫玉才确定 她是真的在京城买了四合院 就夏长征租的那个西三环的院子 房主都喊价几万 夏紫玉是没想明白 她怎么有钱买房 还把季江源误会成她男朋友 以为是她对象家掏的钱 季江源那样子瞧着 一看就是有钱人 夏小兰觉得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夏紫玉张官李戴谁不好 非得把她和季江源扯到一起 夏小兰一说 关惠格就听明白了 果然像周国斌说的 王家人的格局都不大 建华 阿姨也算是瞧着你长大的 你以前多聪明个孩子 现在连周成都认不出来 你俩也就几年没见 周成在部队 和小兰不是同学 学校里肯定有人在追小兰 优秀的人不管男女 有人追求得很正常 是吧 但没搞清楚情况前 阿姨觉得有些话不能乱说 你认为呢 王建华脸都红到耳根 当时那个华青男生 瞧着的确和夏小兰关系匪浅 说两人没有男女关系 王建华不信 但现在 夏小兰却是周成带回家的女朋友 看这样子 夏小兰还得到了周家的认可 要不关卉额不会带来联谊会 也不会如此护着 关卉额就是在警告她 不要乱说话 关阿姨 对不起 是我没和子豫说清楚 她也不认识周成 就有了误会 夏子豫不太敢说话了 关卉额气势真的强 但关卉额还不肯放过她 又扭头说道 小兰优秀啊 我们家人都知道 她能从小地方考进京城 考进华青大学 是她聪明又努力 更难的是她能靠自己的本事 和家人一起脱贫致富 在京城里买房子 周家既没给她出钱 也没给她出力 多谢你关心小兰 但这话呀 不说清楚 容易让别人误会 不就是想让她 对夏小兰印象不好吗 以为她不知道买房的事 关卉额还是比较信任 自己儿子的 时差海的院子 说是夏小兰买的 周成就是真的 没有掏一分钱 在经济上 夏小兰又没占周家 一点便宜 关卉额昨天才听过 夏小兰讲生意情况 夏小兰在商都和鹏城 都做着生意 赚钱买个院子的本事 摆在那里 别管夏紫玉 是不认识周成 还是故意说 夏小兰和别的男生 有暧昧 都证明了 夏紫玉的坏心眼 长得倒是一脸正气 怎么有这样的心思 夏小兰说的没错 她和生父那边的亲戚 果然矛盾重重 这一出 把詹阿姨几个人 都看得有点懵逼 不过 他们本来就对夏小兰 先入为主比较喜爱 学霸光环十分有说服力 夏紫玉被冉淑玉领着 后出场 三个人都是一脸穷酸苦样 国家补偿了几年的工资呢 连两件衣服都置办不起啊 夏紫玉一来 就寒沙摄影的针对夏小兰 詹阿姨对她印象很坏 夏紫玉感受到别人探究怀疑的眼神 落在身上 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 她知道自己可能搞错了夏小兰那边的情况 说起来对不上号 夏小兰的未来婆婆才一点都不信的 或者心里是怀疑的 在外面却要给夏小兰称足面子 就这表现 已经甩面词辛苦的冉淑玉几十条街了 夏小兰的运气怎么还是那样好